大家好 我是湘米鬼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這個 歐斯卡亞基 就是人國語的 大班燒 大班燒 你們能知道他台語的講話是什麼呢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 我就告訴你 他的台語的講話呢 是米粉粿 米粉粿也是一種 穿平術的料理喔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它需要什麼材料吧 有這個 菠蘿菜 芹菜杯 紅菜頭 番賣粒 還有米粉 米粉呢你看自己 買用熱鍋的 這樣你就放多少 師兄 我要先把菠蘿菜切絲 因為等一下我把它切好嘴 等一下會比較好 就是口感會比較好也會比較細 我現在我把它切好嘴 這樣 再來 是這個紅菜頭 我先把它切絲 然後呢 把它切好油 而且它會皮色 這樣紅紅的看起來 會比較好吃 還有這個芹菜 現在不能把它弄火 還是把它等到喔 它不前面 它跟它香又很中的味 所以我也把它切好油 其實說你們家本身有什麼 都可以把它加進去 稀想 我要先把所有的菜都放 做好 可以加一些番賣粒 可以整個它的口感 先把它調一下 後來後來加這個 加這個米粉 還有這個 韓芹粉 還有這個鹽 糖 給它加一顆 加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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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要加這個水 差不多是百多 加一顆 要加一顆 加一顆 加一顆 再來要加這個 油 讓它稍微煎起來 會比較 比較酥 所以這個煎起來 也不能說 不會太夠 也不會說 太硬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煎囉 稍微可以先加油 開火 差不多像這個電磁爐 我差不多是開到 一百四到一百八之間 一百四到一百八之間 要等它那個鍋子會燙 油燙這樣 等它把它放進去 看你想要吃多少就 就放多少這樣 會不會太好 這個煎起來 很酷 要先把它 幫它補好麵 待會兒 不會太久 也會 就是會比較快速 也不要太中氣 就要把它翻面 要先等它說 要把它擔任 這面也做好 然後把它翻面 這個煎的時候也要洗鍋麥 把它說湯就這樣 我來看它說油好了 這邊煎好之後就能把它翻面了 看你說要煎爐都會動 但是要煮不要把它用到烤焦去 好了,我看差不多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 拿起來的時候要煮乾燥 大家看這就是我們很好的 自己很好的大半小 也是要漂亮又好看 就是要加一些這個 麵粉粿的醬就是大半小的醬 可以加進去 還有這是馬鈴薯 就是人家說的美乃滋 不是啦 每次看你要用多少都可以 就像看你說自己要用多少 就是看你要吃多少 還有這是辣椒 就是人家說的海苔酥 也可以加一個這樣比較漂亮 大家你看 好吃的麵粉粿做好了喔 是不是真簡單呢 歡迎大家去做人的當作看來喔